继续来自六甲乡的消息 在2空空三年风动只是由日本火车杯伊藤易义专警上回台 梁欧空黑头发整起火车 建造在19200年是帝国出车 同时在蒜头偷窗让辆到1973年才共性新体 只要被日本当百贡业主席火车买走 在上回来之后一直被放在在破煮火车头放来 在京卫广府这件都来到后 没人在台南经修汽车当中 未来一个月来中中心上回蒜头偷窗 在南客来游行 到时民众都可以提供到分黑烟的消费车 台藤两五控核的SL 是一台非常难到 而且整个人去机关车 建造的19200年是帝国出车 在蒜头偷窗向亚绩1973年才共性新体 并且由日本当百贡业主席火车买走 一直到二空空三年 再由观景价一腾一以关出并且上回家 当时也被放在在破煮火车头公放来 经过当年在广府上官团的造成努力之下 没人被送到台南经修汽车当中 那这是14年前我们跟着张县长那时候当立委 还有就是铁道协会的这个徐乃伊理事长 然后共同我们去迎接 那县府也做了非常多商的一个协助 那之前就安置在蒜头堂场之后 把他放到副子的火车头的这样一个车站 那现在就是已经把他修理的差不多了 所以他正式会来投入营运 那这是在1928年的时候从德国生产 1929年马上就投入了营运 那刚好也是12月2号 他离开台湾那一天 刚好是44年后的1973年 然后到日本流浪了足足的33年 那终于可以回到娘家 然后甚至来完成就是当初捐赠者 一腾一脊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那我们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想在一个月内他就可以回到蒜头堂场 然后用着燃烧煤的一个方式 然后继续行走在我们的嘉南平原 尤其是蒜头堂场内 我想会为蒜头堂场的这个整个旅游 又增加一个生力军 那这一台火车头又被称为就是整个SL 蒸汽火车头的这个宾室 然后所以应该值得大家来做一些相关上的期待 副管长有个方便指出 光顾到入中间清班的义生精修 因为收火车头已经没成散 很多人家也都找不到 要组合精修也是一大问题 已经过得好的努力 终于在帝国找到瑞苏火车头的旧做度 所以这种六五孔火车头 尚到台南精修 目前已经进入设置四次改大 未来一个月来 中回到蒜头堂枪到入英文的行列 并且依收尾团作为董列 所以不让他们的收火车更重 最近新闻 蒋内心 六卡香 彩虹报道